委員長你好 委員你好 對很感謝說在這次疫情的情況下 政府的作為讓台灣受到這個疫情的衝擊降到最低 我們非常肯定政府這次積極的防疫的做事 但是也想要在這個時候在疫情之下 還有一些重要事情也想來跟院長這邊來做請教 就是這個吹哨者相關的保護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來一起來重視 我們可以看得到說在頁面上其實有這個美國的海軍的情況 他在那個航空母艦上其實這個艦長也提出了所有疫情的影響 而遭到這個解職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在那個我們所知道的李文亮醫師 其實也曾經在提出這個疫情 可能有這樣的衝擊的情況下被警方去找去 但是很遺憾他就離世了 那這樣的情形其實不只發生在國外 在台灣其實也有類似的情況 我們可以知道說像這邊有幾個案子 新聞上也都有報導就是說 比如說有一些知名皮鑑店的員工 因為他想檢舉這個老闆或主管 他從這個疫區回來沒有做隔離檢驗 沒有做居家自主照顧的部分 他希望能夠來提出糾正這樣子 但是他也是遭到開除的這個結果 那包括說像剛剛另外一個就是提到說 在高雄的這個舞廳的從業人員 也是一樣因為擔心這個疫情的 說出這個疫情的情況 所以被解聘了 那包括說最近的這個海軍的這個情況也是 就是有在疫調的過程中有官兵其實提出了說 曾經有這樣的疫情 那跟原本軍方的說法不一致的情況下 其實各界也都非常擔心他會不會受到懲罰 或是受到這些波及 所以我們想請教說在這個部分 是不是我們應該要來認真保護這個吹哨者的這個部分 那過去我們可以知道說院長這邊一直都很支持 也很贊同說這個做對的事情的人不應該受到欺負 做對的事情的人應該是理所當然的 這個才是國家應該保有的正義 應該要給他的正義 那我想院長的態度應該都是始終無異的吧 很謝謝委員對行政團隊的肯定 同時給我們很多指教 那吹哨者應該保護 這個最重要的是一個團體 如果有吹哨者來指出來他的弊端 或者接觸他的不合理之處 其實正是最好的防腐劑 這不只是需要而且應該保護 不能讓他反而受打擊 那這樣以後沒有人敢來揭發 所以這個應該保護是應該的 對所以就像在這次我們希望釐清疫情的情況下 這些在結構下願意講出來的人 其實應該要給予保護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到說目前其實在這個會期 因為藉期不連續的情況 雖然上一個會期 上一屆其實有提出行政院版的相關的保護 揭蔽者的保護法 但是在這個會期目前還沒有看到 政院版的法案送進來 是不是在這個部分我們想說去年的上一屆 其實已經有這樣 反正這一屆是不是也能夠儘快的來加速 來提出並且通過 這應該的 我們上屆因為貴院忙碌 所以借期不續審 那這個精神跟應該有這一個制度 所以行政院會繼續來做 是所以我們很希望說因為政院版的部分能夠趕快送進來 讓我們來一起來推動這個吹哨者保護法 在請院長這邊支持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想要來請教說 我們在之前的紓困預算其實可以看得到 我們希望這個受到疫情影響的人 弱勢的人都能夠得到協助啊 那所以在想要針對這個衛福部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得到說 針對這些身心障礙者 及中低收入 中低收入者都已經納入了紓困 比如說我們剛才提到身心障礙的補助啊 中低收入者的生活補助啊 這個每個月都會加發一千五百塊 總共三個月的部分 可以領到四千五百塊的協助 那同時我們想要提到的是說 我們想要來 再接這個機會來跟院長這邊請教 來跟衛福部這邊也來做請教說 我們看得到的是中大傷病者 他大概也是跟這個身心障礙者 有類似的生活環境以及工作條件 因為他們大概像這些中大傷病者 他們常常因為 比如說可能是癌友的關係 他需要定期去醫院回診啊 接受治療啊 又或者是說他可能是洗腎的這些病患 他需要定期的 頻繁的去做這些行動 這些行為 所以他其實在工作的條件上 原本就不如我們一般這些 一般人來的 來得那麼的容易 那又或者是說他們生活上 其實往往需要另外一個照顧者來協助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目前的紓困補助 生活補助上 對身心障礙者的部分 已經有納入了 但是對中大傷病者 卻還有一部分的不足 是沒有被包含進去的 那這邊先整理一下 現在目前已經有的補助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得到說 身心障礙者的部分 也就是這個斜線洪框區的部分 就只要是排富的部分 排富以外的 其實都給了這個一個月 一千五百塊三個月 的這個補助 但是在中當傷病的病友的部分 卻只有針對中低收入戶有給予補助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 在這個黑框裡面 其實是跟這個原本的紅框 是類似的條件 工作條件的情況下 也應該來審慎的來考慮說 是不是能夠與陸軍沾的 一起來列入紓困的補助 跟委員說明 能夠照顧所有人 當然是政府希望做到最好 但是您這張圖裡面 重大傷病病友 到底它的經濟狀況如何 或者是差其他的條件 如果真的有困難 沒有涵蓋進去 只有針對這更低的 重力收入戶 那我們剛剛其實前一夜 有提到說 在這個重大傷病 跟身心障礙者的 工作條件 以及需要生活上的協助 其實是接近的狀況下 是不是能夠一併來考慮 因為他們是接近的 接近的同等類型的人 我們用起來把它納入紓困 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剛剛的意思是說 如果這些重大傷病 是一個疾病的分級的定義 那跟它的經濟收入 其實我們必須去瞭解 是啊 所以我們這邊其實 框出來的就是只針對 一樣是三萬塊以下的 這些困難的人 好 如果是有這樣請求 我們再看它是不是不符合 我們這部分 然後我們再看怎麼樣去做一個 就是重大傷病 並有比照身心障礙者的補助 一樣就是在這個大約三萬塊 也就是主要定義的條件是說 收入小於最低生活費的2.5倍的情況下 一起都能夠提供補助 而不是只有這部分低於2.5倍的 基本收入的情況 只有身心障礙者得於補助 而重大傷病者不能補助 這是我們想要去的 好 我們再來瞭解重大傷病 這邊的情況 是 所以這部分其實已經回答 回復了這個衛福部說 我們其實已經考慮了這個經濟的狀況 那只是希望重大傷病的病友 能夠比照身心障礙者 一樣在畫在同一個水平線上 讓同樣經濟狀況的人 都可以一起溺入補助 這是我們希望 我們看到現在目前缺乏的部分 我們也收到許多的陳情 所以我們覺得 這個生活條件 以及工作狀況是接近的情況下 應該要一起來與陸軍戰 然後達到同樣的補助的標準 謝謝 那接下來第三個部分是想要請教 這個 我們看得到說 經濟部在這一波的紓困的部分 我們其實希望能夠達到 這個墊加轉型數位化的部分 所以針對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次的編列的預算中 包括這個增加使用行動支付 經濟勞卡票證 以及行動支付的店家 不論消費者或店家 以及建制相關的系統的部分 都編列的預算 總共高達19.37億 以及第一部分的部分 補助這個 業者上架平台的部分 其實都給予了補助 但是我們想要提到的是說 這個部分其實跟財政部的 原本的定義有一些 可能有點衝突或矛盾 因為經濟部這邊的補助 是希望能夠藉由這個機會 做到數位化轉型的 這個產業升級的概念 但是我們財政部 在2012年奠定了 這個統一發票作業要點 針對我們一旦使用了 這個電子設備 或透過網路銷售的辦法 它必須就應該要開立 統一發票 且它的營業稅 會是用5%的部分來做使用 所以我們會想到 想到就是說 對一些可能營收 不是這麼高的店家來說 雖然我們一方面 在經濟部鼓勵它 盡量地電子化 盡量地數位化 但是我們的另外一方面 卻告訴它 一旦數位化 一旦電子化之後 所要提出的稅 稅額其實是增加的 那我們是不是這兩個方案 其實是有所衝突的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來更審視 更審慎來看說 我們這個方案如何 完整地讓店家有意願 能夠來提到數位化 跟委員報告 那個我們是這樣子 就是營業人如果他 基本上他就是 如果一般的營業人 就是5%的營業稅 那這個小規模營業人 只要是說他 這個營業額不到20萬的時候 那麼他用1%的稅 1%的稅來課增 這是原本的情況沒有錯 現在為了要 要讓這個小規模營業人 能夠使用行動支付 是的 所以他 我們現在有一個辦法 就是說如果他使用行動支付 那未來如果他的這個營業額 超過1% 超過20萬的話 我們還是用1%來課稅 那個這個會到2025年的這個情況 所以這個是我們目前的一個政策 但是這個不會跟他的這個說 我們所謂5%那個是沒有什麼 就是說 但這邊提到的應該是指 我們這邊其實有做了功課 就是說這個小規模營業者導入的部分 但這主要是針對攤商的部分 因為原本沒有課發票的部分 來做這個提出 但是其實 除了這個小規模營業者的部分之外 還有一部分的店家 是屬於 還沒有超過20萬 那目前適用於免開 免開統一發票 但不屬於小規模的這個部分 沒有 只要是小規模營業人 就免開統一發票 現在是這樣子 只要是小規模營業人 就是免開統一發票 對 但是在小規模的定義下 其實有好幾下 我們其實都有確認過 所以還有一部分的店家 是還沒有到20萬 但是不屬於這個 剛才提到這個小規模的 作業標準 優惠作業標準規範裡面的這些店家 就會因為這個條件的限制上 而導致它數位化必須要增加營業稅的部分 這就是所謂的差異的部分 就是未滿 本來不用開的裡面 其中有一部分是小規模 小規模的部分已經適用這個沒有錯 但是還有一部分是 在小規模以上 但是不含在小規模以內 但是卻 現在免用統一發票的部分 他會因為電子方案的導入 而造成了他營業稅的課徵 所以他會影響了他這個願意轉型的這個意願 這個部分 就像剛才跟委員報告的一樣 就是說我們要鼓勵他使用行動支援 所以他 他可以 就是說 他可以1%到2025年這樣一個情況 但是只要這段期間他超過20萬以上 我們都不會把它淚入到5%的課稅範圍 但這個只有針對小規模的營業者 但是有一些店家不屬於小規模 但現在目前是免用統一發票的情況 所有的小規模營業人都是免用統一發票 小規模都不用免用發票 但是免用發票的不是全部都是小規模 所以有一部分是免用統一發票 但是並不屬於這個小規模作業要點裡面的人 他會因為必須要數位化轉型 而導致他的營業稅增加的情況 這部分我們覺得是需要考慮的 因為現在增加營業稅會讓他不願意導入數位化 這就是我們希望在這邊提出提醒的 因為免用統一發票其實不完全都是小規模的人 所以這部分真的會影響到他們的部分 所以希望這部分能夠審慎的來考慮 是不是避免這個政策有所衝突的情況下 而影響到他們願意轉型數位化的議員和動機 委員是不是我們在了解市集的情況 因為我們的定義就是小規模營業人 一律都不用統一發票的 沒有所謂小規模營業人又開統一發票的情況 應該是要開統一發票那不屬於小規模的情況 就是免用統一發票又不屬於小規模的情況 所以這個細節的部分我覺得可能需要再審慎的討論 因為我們其實有把相關的規範看出來 確實有一部分是框道 他因為轉型而必須增加營業稅 又不屬於這個小規模能夠適用的範圍 那即使是適合這個小規模 他一樣會因為電子化的情況導致他未來需要 他雖然現階段不需要增加稅額 但是他在未來他其實也會增加 所以長遠來看他其實還是會不願意進行數位化 這就是我們想要提出來的 就是因為對他來說 我雖然今年得到了這個補助 然後也能夠保持目前的稅率 但是在長遠來看 因為一旦到了那個期限之後 我就必須要增加我的營業稅 所以其實這對他們來說 還是會影響到他們的意願 所以這兩個部分都希望 財政部和經濟部這邊能夠同時來考慮 我們這樣的紓困措施 是不是能夠真正協助到他們 願意來轉型數位化 我想這一部分就是說 如果說疫情的補助 然後使用經濟部這邊使用那個數位 就是如果他透過數位平台來補助 那基本上我們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一般如果5%的營業稅的 他現在就可以用數位 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是小規模營業人 他現在可能接受這個補助 那麼他補助之後 也許明年他的營業額增加了 但是只要他 我們目前的一個情況是這樣子 這個就剛才跟委員報告的 我們到2025年 只要他使用行動師傅 那麼嬰兒這個所謂的增加 那比如說營業額超過20萬 那已經不符合小規模營業人的定義的時候 我們還是給他1%的營業稅 直到2020 2025 但是一樣就是他如果還沒有到20% 但是他長期超過2025或2020年底的時候 他還是會必須課增啦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 盡量不要再增加他們額外的稅付之下來 鼓勵他的轉型 因為增加這個稅付的課增 確實就會影響到他們長遠願意轉型的機會 因為並不是每個店家到那個時候都超過20萬 那如果沒有超過20萬 卻因為導入的數位化 他必須被克服5%的營業稅 我覺得這是目前現在我們所接觸到的 這些中小型的店家 他其實的最大的顧慮 而不願意轉為數位化 委員這個也要考慮公平性的問題 這個 這個 這個也要考慮到公平性的問題 對 我們只是要提醒的是說 雖然我們很希望在這個時間 鼓勵在數位化 但是這樣的措施 恐怕還是有他執行上的困難 以及沒有辦法達到我們的目標的情況下 我們也希望財政部和經濟部這邊 都能夠省慎來考慮 是不是能夠更完整或更完整的 不要影響到他們現在的負擔的情況下 來做這個紓困以及轉型的部分 這是我們希望在此提出來的建議 好 這個我們回去再了解好不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 吧